知识分享 分享知识 Hi my dear friends It's ve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n our lesson for spoken English 好 各位同学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课语课堂 今天是第27讲了 在前27讲之中 各位你想一想 咱们不管是讲轻重读也好 还是讲发音的节奏也好 等等这些 都是在一边告诉大家说什么的同时 还告诉大家该怎么说 对不对 所以说发音的形式以及口语的内容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继续 咱们今天将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 这个练习的要领 那么至于说这个要领是什么呢 咱们今天要通过什么呀 3 idioms 通过三个短语 教大家一个练习的办法 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有效练习 这样才能做到记忆深刻 好 这话怎么讲 咱们结合着素材来讲一讲 首先咱们第一个要讲的短语 play it by ear play it by ear 你看 一看这就是从音乐 这个艺术门里边去产生的一个短语 什么叫play it by ear 以前人们是没有谱子的 都是听到一个什么声音 就在琴上那么弹出来 凭着感觉弹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说什么呢 就是说是你用耳朵去处理吧 play it by ear 有点像是中文的什么呀 你看着办 看着办和你听着办 这有一笔 是不是啊 各位 好了 那么什么意思呢 play it by ear 就是见机行事的意思 那么咱们比如说看一个例句 怎么说呢 Let's play it by ear when we get there 至于具体怎么办 到那再说吧 到那见机行事 Let's play it by ear when we get there 当我们到那时候 然后再比如说 He never prepared his speech 他从来不准备他的发言稿 and always play it by ear 那么每次都是临场发挥 He never prepared his speech and always play it by ear 其实这对演讲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的灾难性的 看似有些人是口若悬河 脱稿演讲 其实不知道人家在背后 做了多少功夫 是吧 好 OK the next one 叫做什么呢 jump ship 什么叫做jump ship 跳船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表示跳槽的意思 比如说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什么呀 Why did you want to jump ship from the last company 你为什么说是想从上一公司跳槽 这是问你的 结果说了 说什么呢 the new company offered me better salary so I decided to jump ship 上一公司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薪水 或者说更好的薪水 so I decided to jump ship 这样的 好 那么咱们用这句话呢 跟大家练习一下什么呀 什么叫做有效练习 很多朋友都说 我想把英文的句子说的又流畅又标准 好 跟大家说一说 有效练习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看 首先咱们得做到什么呀 把词说对 对不对 你得先搞清楚这个词怎么说 好 这个词的音标是 先拼它 这样的 那么如果说快了之后 可能说不了这么清楚 所以说字典上呢 关于它还有一个标注 the new company 那么放在句子之中说的话 显然这种更合适 但是你得知道这个new是怎么来的 是从new变来的 你看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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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说越快 最后就实际就变成这样了 对不对 这个过程你得知道 好 new 那么接下来company 一共是三个音节的一个单词 company 很多人说这个词 company 不是这个 健康的 那是错的 是company company 把这三个词 咱们合成一段去练一下 怎么说呢 the new company 加上中毒 周音在这 the new comp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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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the new company the new company 错了 the new company 使劲 做到力度 好 那么这样的练习 加上既有节奏 又不会把细节读错 也就是说是 又正确 大家想想 这一段 你要练多少遍 怎么着 也得五十遍 而且是五十遍 是有效练习 你要稀里糊涂 the new company the new company 没有 一丁点用都没有 那浪费时间 the new company the new 笔音注意啊 the new company 只有这样练习 它叫有效练习 好 这一段练完五十遍之后 我可以这么说 各位 这里边的音 或者说至少是 它的节奏 你一般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失误 是不是 那么后边呢 offer me better salary offer 不是offer 是offer 我们中国人说英文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毛病是什么 就不知道这种音 offer me offer me 这样的 在我们这十六周的系统的 翻译训练课程之中 哪个方面 如果说是最难的 有两个 一个细节音准方面 有一个 儿 这个不好说 除了这个 这个这个 48个音标里边 这个音之外 其他的一个问题 就是节奏问题 很多朋友经常说 我这个翻译不好 就是音标不会 48个音标 我都没认权 有些音标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些问题 都是一个什么呀 都是一个显性的问题 是吧 还有一个隐性的问题 比这个显性的问题 来的更大 是什么 就是节奏 你看 这个offered me 都是offered me better salary 不对 是offered me better salary offered me better salary 这样的 好 然后这一段 你练个多少遍 起步一百吧 而且呢 你得能保证 你是有效练习 就是像我刚才这样 那么使劲 否则的话 一丁点用都没关系 是吧 为什么说 我们的系统课程中 助教纠错这一段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些时候 你错了 你真不知道 好 接下来 so I so I 两个词连起来 so I so I decided to jump 这又是一段 看到没有 各位 你得首先知道 他说出来 一句 这个正确的 或者说 至少是正常的英文 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 再去练习 才有可能练对 是吧 所以说 为什么叫做 有效练习 原因就在这了 不容易 刚才呢 咱们在上句话之中 有一个offer 顺便呢 跟大家说一下 offered 含义 他作为动词来说 提供 这个大家一般都知道 he offered 4,000 dollars for the car 但是花4,000美元 买了辆汽车 那么作为名词来说的话 它表示什么呢 an opportunity a precious opportunity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机会 比如说 Great the university give me an offer 这个大学给我机会了 什么意思啊 就让我去上学了 那么再比如说 I really want the job offer because of the high salary I really want the job offer because of the high salary 是不是啊 那么这句话呢 如果说大家要想拿它来去做 有效练习呢 也非常推荐 为什么呀 句子简短 而且实用 你看 I really want the job offer 然后 because of the high salary I really want the job offer because of the high salary 是不是啊 那么这句话比较简短 你把它当成什么呢 两个词 或者说呢 当成两大块 你看 I really want the job offer 这样 I really want the job offer 当成一个整体 然后 because of the high salary because of the high salary 这样 I really want the job offer because of the high salary 你看 这样说出来 是吧 显得顺畅很多 各位请注意啊 就是说是 尽管说 我学英语已经这么多年了 教英语这么多年 但是也不是说是 所有的句子不经练习 都能说的这么流畅 如果说句子过长 生死过多 谁也做不到 说真的 所以说练习 这时候就 是非常有必要的了 好 那么咱们看下一个问题 接下来 跟大家 说几个 就是可以 就是有些地方 去替代jump ship 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jump ship是什么的 比较口语化 非正式的 那么说是 辞职怎么说 你看 resign from 什么什么地方 jump hopping 这个有点跳槽 就表示 这是更不正式了 然后step down step down 一般来说是从什么样 比如说公司的高管的位置上 退下来 它就这样成的含义 然后quit office 离开办公室 就离职 这样 好 接下来 the next idiom 叫做through fake and thin through fake and thin 什么意思呢 you always support or stay with someone 你总是和某人待在一起 even if he has many problems or difficulties 尽管他有重重困难 但你依然和他待在一起 什么意思呢 表示不离不弃 同甘共苦 这个含义 那么这个短语怎么来的 跟大家说一下 很有意思 14世纪 也就是说15几几年的时候 大概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那时候的英国呢 还是乡村居多 对不对 正是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还未完全被开发的 这么一个时候 所以说呢 你从一个地方 到你的目的地区 中间可能穿过什么样 很多的树林 树林子多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不好走嘛 那么有些地方 林子密一点 那就很困难 那就叫做 thick woods 那么有些地方呢 树林呢 它细一点 甚至说是 一片开阔地带 这就比较好走 所以说呢 叫做什么呀 through thick and thin 就是说是 一起走过那些 难走的和好走的地区 是这样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看看例句 那么这句话 请注意看看节奏 叫做什么呀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m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through thick and thin 看到没有 我的口型是什么呀 这个词不念 thin thin是什么 thin是th-r-n-g 是那个词 不是thin 不是这个东西 不是他 他俩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这个thin 看呀 嘴是张子 这个是thin 它带有一个 thin 这样的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m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感谢你 这个一路以来 不离不弃 这样 好 接下来 再比如说 he has walked through thick and thin 然后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he has walked through thick and thin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在过去的五年之中 他这个 很不容易 是吧 遇到起起伏伏 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两句话 大家的练习 也请有效练习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 免费的一个口语练习的社群 在群里 我会带着大家 把这个句子争取 能够脱扣而出 当然这过程 不容易做好吃苦的准备 那么入群的方式 就是大家添加屏幕上的 客服助教的微信 由他来去引导大家入群 好了 那么总结一下 今天所学的内容 jump ship through thick and thin play it by ear 这三个 什么意思 第一个叫做 change a job 第二个叫做 stay with someone no matter is difficult time or easy time 然后play it by ear 看着办 对不对 好 那么咱们今天 这句课的讲解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